都是一些田螺 生蚵 还有蛤蜊 几乎都是 互助村长指着被焚烧过后的垃圾遗迹表示 大多是烤肉食材以及盐饮用品 怀疑这些都是露营区里 游客所遗留的垃圾 长期在这里被丢弃及焚烧 虽然地点偏壁 但燃烧的烟尾经常飘进清流部落 以让部落居民的生活及健康受影响 会啊 会飘到这边 会影响到小孩子 闻到会很臭嘛 空气污染啊 对孩子也不好 对这边村庄也不好 我们是最近的 然后我们会比较倒霉 早期梅云溪旁所开辟的施工变道 没想到在工程结束后 招人随意去之垃圾 不仅环境受污染 也有治安上的隐忧 在清流部落的梅云溪 在去年整个年度 就开始已经有在浑烧的一个情况 在过了今年度 浑烧的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空污的环境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先做一个赫子的动作 然后后续还会再做一些摄影的 摄影的机具来摆设 然后希望说民众不要随意的 请到垃圾机分刷垃圾 因为这个 这个一定会违反到那个 一些法规 相关法规 像飞机物清理法 以及空无法的部分 经过部落相供所反应后 以先请清洁队在路口架设围离封路 同时也设立警告标志 除了希望恶主这样的状况发生 也希望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害人害己 原事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榜报导 感谢观看